安非他命 海洛因 ケータミン 甚至是新型毒品咖啡包 这些都是新竹市犯罪被害人权协会 在新竹市各学校展出的反毒展内容 最近活动来到最后一站香山国小 理事长吴国豹特别出席 并将所有道具制赠给新竹市卫生局 期望延续这些珍贵道具的寿命 让更多人了解毒品的危害 新竹犯罪被害人权服务协会 在去年9月份 我们有举办了一个反毒宣导 毒贩他们非常的聪明 为了逃避 怕被人家抓到 包含梅子粉等等 所以这一次我们圆满 23个学校圆满巡回成功 那我们也愿意把这些 做出来的这些假的毒品的药丸 就直接捐给 直接我们给卫生局 让大家以后要办活动的话 可以继续下去办这样子 未来卫生局接收这些模型与看板道具后 会使用在各大活动当中 一般民众举办活动也能申请 透过这些逼真的模型与资料 让大家更加了解毒品的可怕 非常感谢新竹市犯罪被害人 人权服务协会理事长 也是我们新竹市无国保护议员 在今天将这么宝贵的防毒资产 这个捐资给新竹市卫生局 我们持续的当然要很快的做一个整理 那么未来呢 对于我们新竹市各界 那么有需求在巡回展览 或者是各项的宣导教育也好 或者是可能是一些宣导的一个巨马的演出 我们都可以来运用 我们也欢迎各界来多多的利用这套资源 那么就和新竹市卫生局 我们来联系就可以 以往的反毒宣导大多告诉民众吸毒 对于身体的危害 但很多新型毒品的包装 与市面上常见的食品很像 透过仿真模型的宣导 也希望降低毒品的蔓延 让整个新竹市成为最健康的无毒城市 凯博新竹陈洛宇红采访报导